Hello! 英 Foodies! 最近很努力研究這個Berno的豆漿機 未訂閱的你記得要按個小鈴鐺 Share 給個 Like 我們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繼續製片的動力 上一次我們做這個白麵糞的拉麵湯底大成功 今次我們嘗試做這個雞白湯 原來用豆漿機都可以做到這個 很美味的比較清淡口味的雞白湯 黃油雞我在這裡買 4.991公斤 一隻大概8磅多都會有一隻 我們選擇去骨的時候 去了這些有紅色的骨 就要白色的骨 雞軟骨的部分真的很少 加上少許雞胸肉 另外呢 我看到其他食譜 配這些雞胸骨 都會放進去 攪拌 所以我就用了雞翼尖 和這個胸骨的部分 這些大骨就不要了 如果你想用來熬湯也可以 那雞胸我們就起了去 雞腿我們留回來做海南雞飯 雞胸我們就做那個 叉燒 雞的叉燒 我們先用氣炸鍋 200度 20分鐘 將這些雞軟骨 或者這些幼骨的位置 首先就是烤熟 烤至金黃色 什麼都不用加了 如果你想 稍稍提升它的味道 你可以加少許鹽 那我就沒有加鹽 就這樣烤至金黃色 然後就把薑 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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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些雞件 其實都不用很多 4-5-9 就放進去 去到那個豆漿機 下限的位置 那大概金黃色 金黃色和雞的比例 就是1比1 大概5塊的雞 5塊的金黃色 金黃色 如果真的放得太滿 要拿出來 那不然那個湯會很稠 就放到下限的位置 就把水 倒進去上限的位置 就可以開機了 記住要加薑片 這個湯底 薑 反而可以加多一點 不會搶了一些味 反而令到雞味更加昇華 這次我們又用這個 玉米汁的功能了 試過用養生糊 效果都不讓玉米汁好 玉米汁打得水一點 那麼雞胸肉呢 我們水滾 就很滾的時候 就把雞放進去 兩分鐘 那麼之後呢 我們就拿出來 切件 因為它漲漲漲 比較容易可以切得 比較面積大塊的雞叉燒 那當然不是很熟 那之後呢 就浸回這個水 那裡呢 就可以浸到你最喜歡的 軟熟度 如果你喜歡軟一點 就不要浸太久 如果呢 就喜歡熟一點 就可以浸久一點 那這個其實真的浸很快 再浸多兩三分鐘 或者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問呢 這個拉麵湯底呢 我用什麼拉麵 那我在MAC H Mark 買了這個Fresh Noodle 的拉麵 那就是這個拉麵 但是呢 嗯 我覺得不太方便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接近H Mark 那我會 看一下它的質感 都是比較像白麵 或者用中超乾的一些 一些北京拉麵 可能都可以的 所以事前那一事快 那麼快呢 就有熱辣辣的雞白湯底了 真的白色的 你記住呢 下這個京蔥的時候呢 要選擇蔥白的位置 如果呢 下了太多綠色呢 我試過呢 整個湯底就稍微有些綠色了 那很多人問這個拉麵呢 用哪一款好 那暫時在英國呢 我覺得最方便是中超 北京拉麵那一款的拉麵 那跟這款呢 韓國的鮮拉麵近似 都是白麵的質地 但如果你說真的要日本拉麵的質地呢 我還未密識到 如果呢 你們又試了 有什麼好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等我又試一下 這個湯底呢 這個湯底呢 除了做這個 雞白湯拉麵之外呢 我覺得用來浸菜更加正 還有 打火鍋湯底呢 都可以用這個 雞白湯湯底的 那比起上一集的 白麵士拉麵湯底呢 這個沒有那麼濃味 雞的鮮味呢 比較出一點 還有你有一些 有滑的渣 每天呢 我們做了海南雞飯 用來浸菜很正 好 多謝支持 記得訂閱分享給個讚我們 拜拜